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鼓吹中国威胁论 最近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一场演讲中 他又对中国开炮了 据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5月8号报道 希拉里7号在新西兰奥克兰发表演讲时表示 很多专家称中国试图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增强政治影响力 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 演讲中希拉里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 甚至妄称中国抑郁挑起一场新的全球战争 对于希拉里这番向中国泼脏水的言论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表示毫无新意 英国卫报刊文援引阿德恩的话说 在当下的世界格局中 新西兰将树立好本国形象 秉持本国的交往之道参与国际事务 言外之意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而在5月8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也对此作出回应 我们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 同时我们也不干涉别国内政 所谓中国在澳大利亚进行政治干预的说法 纯属无稽之谈 搬弄是非 不同于希拉里抹黑中国的论调 据国际民调数据显示 全球民众却对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投下了信任票 美国盖洛普公司最新调查结果表明 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超过美国和俄罗斯 除了普通民众各国领导人也对中国持肯定态度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日多次公开表示 要深化与北京的关系 称两国是新造基础设施的伙伴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对中国继续坚定推进改革开放 予以肯定 称这不仅将造福中国也将造福世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则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赞 中国在国际舞台表现出的开放和多边主义立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对于中国广受国际社会认可 而希拉里却公开渲染中国威胁论 您有什么看法呢 快来留言与小编分享吧 更多精彩新闻 尽在今天的参考消息